你好 欢迎收看9月5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贵 为了分享华联在地社区营造成果 华联县文化局举办五场次的旅游行程 跳脱以往活动性质成果展模式 以线上报名着说费用方式开放给民众来参加 经由正确平等的价值关系进入部落进行体验实作 期待借此过程促进交流也激发社区营造的新契机 导览员交接下时同把贵族依序的剧短剧成杯子 除了首作用餐器名之外 旅游中包含溪流捕鱼文化以及石头火锅等丰富内容 借此体现环境共生的生活模式 同时也教育民众维护生态的重要性 感动因为其实我在我小时候就在都市长大 所以很多部落的东西都没有接触过 然后像什么渔网啊 然后那个石头火锅什么都是第一次结束 有时候会觉得还蛮 因为身为那个都市原住民会有一点失落 没有办法融入部落 对所以这一次就是蛮感动 很多事情都可以参与 文化局秘书周兴怡说 受到人口外移的影响 目前各乡镇也逐渐出现各类社区营造的现代趋势 延续在地生命力 因此去年起跳脱以往社造成果展的单一活动模式 邀请民众进入社区进行深度体验 了解这个地区的社造成果 促进跨领域交流的契机 那在参加的人员里面 我们其实也会安排不同的媒体 还有不同的社区伙伴 就希望让不同的社区伙伴来到行程的时候 是能够学习的 那不同的媒体来参加这些行程 很深度的体验到社区 是能够帮大家宣传的 那一般的民众他也能透过我们 看到花莲其他各地的社区营造 然后开启他们在未来想要尝试社造的一个契机 全办单位牛里协会强调 部落深度旅游或是体验 都是族人共同协力完成的心血 收费制是希望以对等互利的关系 尊重主体文化价值 后续还有相关的场次 欢迎民众报名来参与